各位參考這集 一年去有一次旅遊不思夢 打機片 好像都 好像有恐怖 突然間 就這個 第二輯 故事 正在打 雙周 警察局 之前 又有發生 找些命案 來看看 這位相對 已經過了很多 過程的案 今天要原諒 她的名字很肯定 所以 這位相對 隊長 這是打算在上班的時候 繼續去 對啊 昨天打主機遊戲 打了個通宵 現在好累啊 又是Joyce Station Bomb 嗯 這次是犯罪都市 全球最慢做的在線遊戲 我在一個超過兩千人的幫派裡呢 昨天我們幫派 唯獨警察總部呢 作為一個執法者 你居然玩什麼犯罪都市 偶爾也要站在犯罪者的角度看事物啊 裡面還教了我各種各樣的毒藥知識呢 比如 鞭茄 龍葵 骨頭啥的 其中鞭茄 還具有美濃效果呢 快點醒醒 現在是工作 哦 那你要一起玩了 來 我們幫我 打死都不要 嗯 這個 給 你請我喝嗎 你不是說很累嗎 喝這個吧 雖然是你醒的 不要 我就把它連著一起塞到你的胃裡 作為女性 你能不那麼暴力嗎 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辦公室間公然在辦公室睡覺 我聽說這種飲料其實等同借帶一樣 借了要還的 喝完幾小時後 會比沒喝還要累 而且還會影響下一代 什麼下一代 好像是影響生育能力什麼的 如果你是喝下它 你也別享有下一代了 為什麼 沒有人告訴你們 看你們兩個對待是一個樂趣 一點也不 但志雄先生的表情 似乎 你這傢伙現在會讀心 算了 反正在這裡睡不著 等一等 證據都沒有叫我們出動 啊 我以為是謀殺案 還不能確定嗎 好像還沒確定 管他什麼證據主啊 有人死了當然要去看 你這傢伙又想月權啊 證據組負責守證 確立了案件是屬於刑事範圍之後 只會被我們影響組加入的 如果證據組他們認為 這案根本就不是謀殺 或者根本不存在犯人 我們影響組就沒有上場那邊 但我聽說很多時候證據組 深重 肯定有啊 本來這樣分就希望減輕了影響 什麼鬼句的啊 關我 沒爆炸了 快點跟上 所以我才討厭這個武士尹是足 電影院啊 我也好久沒進電影院看電影了 你沒有女朋友嗎 沒有啊 媽媽單身 你心想認識 不 謝謝了 謝謝 我們平日不會用手機搖一搖啊 這樣去認識一下女生嗎 我搖出來的都是人妖 或者自稱小姐姐的肥仔 這樣都可以發展一下的 唉 兩體重機 我記得這台機器不太準的 唉 宋田 你踏上去 讓我確認一下 我才不會重計呢 看不出來 你蠻機智的 是你的陰謀 我果然不適合做壞人呢 那你還半夜玩什麼犯罪都市 就不能早點睡覺 別讓同事一大早 大叔 你在看什麼啊 電影海報來 一旦浪浪死者 好像是看這套片死的 夜半鬼上門 這套片子啊 最近很火大 很多影片和報導都推薦 真的很恐怖 你又喜歡看這些嗎 超喜歡的 懸疑 獵奇 恐怖的 看來你這麼變態 是有原因的 誰變態了 呃 沒什麼 莫非 你不敢看 呃 我才不告訴你 為什麼呢 你肯定 我才不像你這麼喜歡虐待自己 說的 說的真好聽 說到底就是不敢看 你這麼大膽你看了嗎 我前兩天跟朋友一起看了 真的啊 是蠻恐怖的 電影裡某幾個情節很嚇人的 我眼都不敢睜開了 會不會把人嚇死嗎 大概不會吧 屍體 在戲院裡面嗎 是啊 他寫在自己的座位上面 看電影中途死亡這種事 真罕見 哎 進去看看吧 她表情很痛苦 是 李姐林美美 女性 二十四歲 看電影中途心臟就停致死 她看的電影就是剛才我們看到 就是那股恐怖片 我二十四歲的原路有心臟病 我這個都值得去考慮 不時的時候她跟男朋友在看電影 哎 誰知道 可不然就是因為被人嚇了之後 心臟病發致死 那者有心臟病的記錄嗎 死者近期因為感冒 患上了急性心肌炎 不過已經康復了 之前也都沒有心臟方面的病史 關過心肌炎啊 那就有點不好說了 心肌炎康復了就沒問題吧 畢竟要讓心臟停跳 不過被嚇死了 這些事來不然我也有聽過 在外國也有案例 她的靚妹玩鬼屋的時候 因為太害怕 所以中途引發心臟 這和現在的情況 不就很相似嗎 是啊 那女生已經十六歲 她的健康一直都非常好 最終的判定 就是因為太過恐懼而被嚇死 真是人 比起恐怖片本身 這件事更加嚇人 當時男友坐在她旁邊嗎 是啊 根據她男朋友的口供 死者突然掩住個胸 在座位點來點去 沒多久之後她就斷了氣了 過程短嗎 很短 一兩分鐘內 數分鐘內 正個組初步判來了是意外 或者根本不需要 我不信什麼證據主啊 我要先從 來 在網子快一條一種事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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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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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